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如果说全球股市都跌 那就算了 对不对 都涨啊 今天亚洲股市都涨 只有我们跌而已 就落开 美股电子盘道琼涨210点 纳斯达克电子盘涨0.7% 你看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今天亚洲股市日本大涨快700点 起要2% 日本今天国会改选 股市大涨 南韩 这里没有修出来 南韩今天也大涨1% 大陆股市香港也涨 上阵深圳 深圳也大涨1% 连印度股市今天都大涨900多点 1.16% 1.16% 只有台北股市跌而已 这样会落开吗 那为什么台北股市跌 大陆又要军演了 怕死人 双十节围台演习 结束了 想说没事情了 就又来了 大陆又来演习了 哇 大家怕死啊 从开高一路到沙滴 150点不多 可是你看今天 上市的部分362加涨 556加跌 78加平盘 OTC更惨 涨的加速172加 跌的加速564加 首先上市贵加起来 1200加下跌 平盘75加 成交量3282亿 上礼拜五外资大买179亿 上周外资买了323亿 结果投资人吓死掉了 等一下 我跟大家讲过 这段期间 其实你不用在意指数的部分 指数涨又如何 指数跌又如何 重点都在超级财报嘛 从美国到亚洲到台湾 全部都是个股的行情 所以你把指数放大下去看 把自己给吓死掉了 那很多赚钱的机会 你就错过了嘛 是不是 超级财报期间 重点都在个股 涨高就算有利多 都会变成利多出境 最明显的台积电 最明显的就是台积电嘛 财报利多 开高一天 然后紧接的连跌六天 因为在炒报前 股价已经大涨 充分反应了嘛 所以财报后 开高就下来了 从1100今天1050 落50块啊 我相信台积电的财报 没有人敢说台积电会跌的 就连人跟大家讲 大方向没有变 可是行情是一波一波的 当行情涨高再发布利多 你要提防利多出境 趁利多你要快走嘛 要买你就要找底部的股票买 底部财报利多的 你要去找table的股票 那底部的股票跌好啊 贪拨快落休嘛 你要有那种勇气嘛 是不是 今天台北股市卖压很重 跌最重的都是什么 都是高档下来的 都是高档下来的 你自己看 今天跌多的 联均大跌 最多跌到8% 几块 200几块 半年报才多少 才0.7而已 半年报七毛钱 股价最多炒到250 你又敢去队贯 你就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嘛 对不对 涨高发布利多 容易变成利多出境 可是涨高如果发布利空呢 马上利空造定 那拉的更严重 下来更严重 你看上全 马上打到跌停啊 半年报还亏损 股价炒到200多 你又敢去败 你要准备 就好心理准备了嘛 对不对 3081联雅 跌停 前三季亏0.68 亏0.68 炒到300多块钱 你又敢去 那赔钱就没话说了嘛 是不是 隆则科 也说要跌停 半年报 贪不一块银 那股价炒到100多 光环 也跌停 净值就9毛钱了 净值就9块钱而已 前三季也是亏损 那股价也被炒高了 你如果敢去败 自然你就要承担风险了嘛 所以跟大家讲过财报期间 这种业绩差的 或者涨高的 不要去摸 找底部的 业绩好的 怕它不跌而已 有跌赶快下去买 有跌赶快下去买 这个礼拜 最重要的话题就是苹果 今天晚上苹果要发布 要发表AI 紧接着 礼拜四财报 凭盖股外注意哦 等下来跟大家谈 新宇航空上礼拜五上市 哇 度蜜月 好甜蜜 一天涨了五十几%六十% 大家都在抢 结果呢 外资还是继续加码长龙行 这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大陆政策做多 大陆股市会不会再来一次 大陆股市整理完之后 会不会再来一次 标涨完之后修正完 会不会再来一次 相关ETF 要注意哦 财报涨高的 你要逢高卖 股价还在底部的 有机会补涨 秤低你要买 有哪些股票目前还在底部 财报创新高的 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谈 上礼拜五 纳达克创历史新高 上礼拜五道琼 开高走低 跌259点 紧接着11月5号 美国总统大选 在美国总统大选前 美国股市不会有太大变化 原则上应该是在高档震荡 等最后答案 到底是谁上来 是川普上来呢 还是民主党继续连装 这个对于行情 都有一些影响的部分 尤其是在利率的部分 纳达克礼拜五创历史新高 你看美股的部分 美股先是道琼创新高 先是道琼创新高 回党 紧接着纳达克 紧接着纳达克 也上来创历史新高 大家就流行啦 费等报告题礼拜五涨1% 台子企业盘涨75点 由美国股市在表现的时候 台股就很赶走 那美股一休息之后 大家又走得要死啊 所以台股目前最大的问题 就是信心问题 你看成交量剩下3000亿而已 我一直跟大家提醒 两万点之上 提马爱世情业 到了两万3000点 尽量要高达5000亿 行情在攻才会顺 如果量不够 看个股行情 奇怪的那些金融三个旁边 赚的股票 我们来看礼拜五美股的个股 礼拜五台积电ADR涨2.78% 你看在美股的台积电就那么强 在台湾的台积电就那么弱 行不差 苹果礼拜五是小涨 等一下我再看苹果 回答礼拜五也是小涨 那上礼拜最热门的焦点 当然就是特斯拉 礼拜四大涨12% 礼拜五又涨3.3% 那航空股继续走强 继续创高 美股目前最强的 就是在航空股的部分 特斯拉 特斯拉也是啊 265跌回212 财报利多直接冲出去 昨天礼拜五又继续创高 所以价格低了之后 有利多它才会喷出去 高了之后有利多 它就会掉下来 那礼拜五 另外一个焦点 苹果 上海报跟大家讲过嘛 苹果跟 回答在上礼拜 同时创历史新高 在上礼拜又同时创新高 同时总市值在PK 苹果是 3.595兆美元 那当天 回答也创历史新高 3.525兆美元 两个很接近在PK 到底谁能够胜出 在礼拜五的时候 回答一度超越苹果 在礼拜五 回答一度超越苹果 最后抽盘 3.472兆 可是苹果尾盘又拉回来 还是又拔得头筹 苹果3.518兆 还是第一名 那苹果 接下来今天晚上 AI要发表 礼拜四 财报要发布 所以这个礼拜 完全都是看苹果的脸色 那苹果目前股价 在历史高点 股价在历史高点 你说苹果财报会不会好 如果市场预期 苹果财报不好 市场如果认为 iPhone16卖得不好 苹果早就不知道 跌到哪里去了嘛 对不对 所以股价在历史高点 迎接它的财报发布 迎接它AI的发布 所以今天把苹果的股价 一些重要内容要注意 可是很奇怪 苹果股价在历史高点 凭概股 反而在低档 是不是很奇怪 以前苹果股都跟着苹果跑 苹果涨苹果股就起来 苹果跌苹果股就下去 那现在变成苹果创历史新高 苹果股反而一路跌 有什么 因为市场都说 iPhone16卖得不好 iPhone16卖得不好 下的苹果股 大家自己也在刮 很奇怪的事情 以前完全贴着苹果 现在反而离苹果越来越远 苹果越走越高 苹果股越走越低 到时候苹果财报一出来 如果真的不错 这些苹果股会不会从底部上来 你看郁金光 郁金光去年EPS27 今年直接上看40元 业绩是大成长的 在苹果股价创历史新高的时候 郁金光反而股价从680 跌到剩下450 怎么这样走 你说业绩不好就算了 你说业绩毛利被苹果踩在地上 赚不到钱那就算了 没有啊 今年27元 今年要探40元 获利大翻身 苹果股价创新高 他反正股价 敢买吗 敢买 危机入市 你才会有超额利润嘛 你们不敢买 我们来买啊 上礼拜五450买 上礼拜五450买 郁金光间早盘464 售盘453 这里敢买吗 如果今年一股赚40块钱的话 现在本预比才11倍而已 本预比50倍60倍的 营运差的你敢去追高 这种获利那么顶尖 股价在底部你敢不敢买 到时候底部一上来 又快又急 又快又急 要注意 这礼拜要特别注意 苹果所有的动态 美国最近最强 苹果辉达虽然创历史新高 涨幅只有三十几% 不到四十% 最强还是航空股 连航空现在已经77美元了 这是旧的图 又继续涨上去 达美航空 也涨了五十几% 美国航空 涨幅也超过50%了 随着提醒你们 航空股要注意 华航尤其长工航 外资一直在买 上礼拜五 信誉上市 上礼拜五 信誉航空上市 一天新高龙25万兆 哇 大家疯狂在抢信誉航空 上礼拜五怎么讲的 我不是泼你冷水啦 我是让你看到真实的状况 西语航空半年报0.42 华航半年报1.08 货力比它多一倍 就华航才多少而已 这22块而已 西语航空 上礼拜五穿了30块去 相同行业你要比较看看嘛 有比较 你才会心里有底嘛 对不对 长隆航半年报就2.3了 然后股价 还跟它不会差太远 一三十一三千 你如果说以营兽来看 西语航空一个月才28亿 前九个月才259亿 你看长隆航 一个月就173亿 前三季就1644亿 它连它的尾数都还不够 各行业都一样 大者恒大 你规模越大的 当市况好的时候 你就能够接到越多的一个成果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外资买179亿 买超第一名 伪创2万张 第二名长隆航 第三名华航 就西语航空 外资是卖9580张 上礼拜五在讲节目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外资是卖的 对不对 可是外资继续加码长隆航 今天长隆航涨0.25 西语航空 大跌5% 上礼拜五 博的人要怎样 说很多事情 你不要随着市场起舞 你要有自己的看法 你看外资 这个月一直在买长隆航 上礼拜五又买2万张 已经买超过11万张了 9月份又买了18万张 那外资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长隆航会不会喷出去 会穿出去 现在涨幅才20几%而已 你看美国股市 联合航空已经涨超过一倍了 长隆航 第三季业绩一定创新高的 今年一股有机会5块钱以上 现在本比才7倍而已 要税利啦 要小心 上礼拜五 外资大买的伪创 我也给大家看过啦 明年看一个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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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股价112 都要注意 这都要注意 大陆政策做多 会再重一半 会不会再重一次 国庆前标涨 涨过头 拉回修正 我提醒你 爱注意啊 黄金交叉都出现了 这是上证的部分 对 这是港股的部分 你看大陆股市 这个底部隐隐约约 已经快出来了 是否开始把什么拿起来啊 港股的部分 这底部也开始打出来啊 我们前一波赚最多 获利都超过一倍 高的时候 带会员逢高卖 22.5 14块钱 我代金也会代出 22.5卖 10块钱买的 赚125% 6块钱买的 14块钱卖 赚了133% 卖完之后 我们这里卖掉 现在掉下来 假的你敢买吗 你敢不敢买 大陆股市在农历年前 会不会再来一次 会不会像这边这么强 爱注意哦 你们不敢买 我们逢低都开始在接了 我们逢低都开始在接了 我们买9.35的 今天9.65 小赚一点点啊 没什么啦 底部打出来之后 爱注意哦 爱注意哦 台北股市哪些股票 财报又好 价格在低的 等一下第二段 再来跟大家谈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 50% 机会才会大 认同有这种做法 一起来合作吧 这段有告 小赚马上回来 欢迎来到现场 今天大家们都在买 亚洲股市都在涨 日本大涨 印度也大涨 南韩也大涨 大陆股市也都在涨 只有台北股市 独自憔悉 跌不是坏事 跌是让你捡便宜的好机会 涨高的不要追了 找底部的股票 趁跌的时候下去买 超级财报期间 后面三个礼拜 都是个股的天下 找赚大钱底部的股票 你要趁它在低的时候 你就要赶快买了 不要每次高了之后才在追 林和彦推荐的全部都是最好的公司 尤其在底部的 投机的业绩烂的 我不会跟你谈 你看广达 在底部的时候跟大家讲的 那时候在250 现在广达呢 我在这里讲的啊 现在是320了 那你这里买就赚大钱嘛 这里买就太慢了嘛 夹不可以抹啊 这里不能再买了 齐鸿也是啊 我是不是底部跟大家谈的 复仇者联盟 什么时候推出的 9月11号推出的 9月11号推出的时候 齐鸿在哪里 9月11号推出的时候 齐鸿在这里啊 是不是跌着 是不是鸡 当时在520 530 涨到700块 你吃不到就赚大钱了嘛 吃过一堆就 要抹掉了嘛 所以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绝对是正确的 所以围影 也是在底部的啊 还是假的啊 将近3000 跌到1600 我们1700买的 买完之后1800 1900 2000 2060 这样一张就30万啊 对 今天有30万啊 对 你吃不到什么 那就赚钱啊 这样都赚钱了嘛 还在底部 灰达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维影还在底部 刚刚完成 你看灰达 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最赚钱的维影 今年EPS一股上看 110120 股价还在低档 这种股票都走不走而已 找底部的股票买 技嘉 今年业绩大成长 股价也是大调整 中小你探紧的机会 220买 第一次买220 第二次买240 今天技嘉有跌 跌就跌嘛 对不对 今天跌了4块钱 跌就跌嘛 你220买的 也是赚50几块啊 240买的 也是赚30几块钱嘛 所以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台光店 今年7个月 已经受历史新高 今年获利也会创新高 第三季就有机会 赚到8块钱 然后股价 这也是下来的 20天21天 关键转折时间 你要赶路求 你敢买 你的风险自然小 赚钱机会你就大了 今天台光店 430 我当天买的时候 我也给大家看啊 第21天哦 最好的价钱 要快求 今天430 只有20块钱了 这个还在底部啦 都还在底部而已 都还在底部而已 包括金箱店也是啊 对187买 这都刚开始 这个都才刚要开始而已 有来的 你要求都很漂亮 像这个也是 这也是啊 海基电设备供应商 连续三年 EPS20块钱以上 股价 经过大调整 财报还没发布 你敢低买 到时候财报一发布之后 底部一翻扬上来 你要赚个30% 50%就容易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就是你赚大钱的机会 任何有这种做法 我们一起来合作 最后祝您超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 翻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火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等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